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吃一种功夫菜 不是厨师要炒菜 而是煮菜的时候很浪费 这种功夫菜的名字叫做 功夫 鲁鱼 我慢了个浪 真的慢了个浪 由于我刚才抹烂了自己的浪 我现在很没安全感 我决定回家,我不想饭 这家是多利来的 朝鲜的冰 一到冰冰就会挂满分账 这家店也是 挂满得奖的东西 而当中有这款功夫真菌鲁鱼 好像是我们要吃的 这本菜鲁 是成功记录了韜韜 由肥到很肥的过程 对不起韜韜哥 我不是有心的 对不起韜韜哥 但她真的肥了 每一页每一页 她都告诉她 我们的菜真是获得很多奖 三个学生的奖状 都贴到一场 都是这种感觉 这套最招提 我想要多一个铁鱼 铁鱼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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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用鲍鱼菜 是用鲍鱼菜 是用鲍鱼菜 鲍鱼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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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鱿鱼菜 鱿鱼菜 鱿鱿鱼菜 对 初 겸鱼菜 如果鱼肉切片和其他酸菜一起来烹饪 我相信鱼肉没有骨 鱼肉是不骨的 鱼肉还有一点骨 不过我猜对鱼肉不是煮熟 是浸熟了 广东人经常说吃鱼片粥 这个人怎么样?鱼片粥 刚刚好 鱼片粥是浸熟的 不是煮熟的 鱼的嫩口 这个就好了 我甚至觉得比蒸鱼更好吃 因为蒸鱼不同的部位 厚度不同 蒸鱼的时候 有些位置会比较暖 有些位置会比较滑 有些位置会比较滑 但相反是浸熟 鱼片切到相对均匀的尺寸 所以蒸鱼的口感也是同一 这个我是欣赏的 这个好吃 鱼和芫茜葱的味道中和得很好 芫茜葱就蓋了鱼的油腍腍的口感 芫茜葱的香味也会变得很臭 芫茜葱的味道 也会变得很臭 加上海折 第三层才是鱼肉的口感 三种不同的口感 在变化 味道在变化 这个是我推荐的 这个是我推荐的 这个菜不适合你妈妈的姐姐的老公吃 因为这个叫鱼腸 不是,是鱼掌焗蛋 鱼肉的口感 很香 很惹的味道 吃多一点 鱼肉的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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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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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没有安全感 下一次可以试试 刚才那餐饭,我们吃了一百四十几 一一百四十一元,有鱼有鸡 一间这么小的店铺,没有装修,没有太多过份的服务 但开了三十年已经是最好的例试 最后请你记住,姚大秋是要吃完全世界的人 以及我要花旗换腐 啦啦啦啦啦啦啦